好 直播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早安 記者現在所在的位置是新北的永平國校 民進黨的副總統候選人蕭美琴 在稍早大概九點半的時候 是來到這邊進行投票的 那她在投完票之後也是有接受簡單的訪問 也在能來聽稍早片段 又緊張但是又有信心 今天天氣不錯 那希望大家都要記得踴躍投票 投下我們神聖的一票 台灣的民主很珍貴 大家要記得投票 好的 可以看到今天蕭美琴副總統候選人 是身穿一襲白色的輕便衣服 那裴侯她起來的包含像是有余天 萬老徐 林月琴 林楚映還有吳徵等人都是一同前來的 那現場除了台灣的媒體之外 還有朝日媒體也有 日本的朝日媒體也有來這邊進行拍攝 那我們稍早是也有看到 其實我們在等待蕭美琴副總統候選人投票的時候 等待的時間是比較長的 後來我們才知道原來是她的身份證 是旺在了自己的包包裡 請隨乎回去拿之後才順利的完成投票的流程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現場的永平國小 其實現場投票的人潮是一直持續的有在湧入的 那也提醒大家今天投票時間是在 到大概下午四點左右 那提醒民眾來投票也要記得帶您的投票三保 包括像是投票的通知書印章還有您的身份證是最重要的 也要記得多加件衣服注意日夜文茶 一張現場為您撞到最近消息把時間鏡頭交還給朋友 哈囉我是林仙怡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